7點為您直播的《談股論金》 我是李婷 近幾天白酒 大豆 人造肉等熱點板塊 是先後脫穎而出 帶領市場慢慢地走出了 早前的連續下行格局 那麼對於這些熱點而言 咱們投資者該如何把握好 其中的投資機會 以及買賣時點呢 接著就讓我們來聽一聽 今天到場的嘉賓們 在短線是如何來操作的 先把時間交給袁建新 袁建新 你好 李婷 你好 確實這兩天板塊 還是非常熱鬧 那麼今天從大盤那個角度來說 不溫不火 成交量跟昨天基本持平 大概就相差 一個億左右的成交量 走勢上漲幅比昨天略微小一點 但是就我看盤那個角度 隱隱約約覺得 屏幕後面似乎馬上 就有多空需要決戰的一個味道 為什麼會得出這麼一個決論 那我們從今天盤面的一個角度 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體會 今天早間的開盤是一個低開的 但盤整的時間並不長 馬上就開始發動了一波向上的一個攻擊 那從這一波的一個攻擊來看 其實蠻流暢的 一下子就上去了 攻擊的波長也比較長 時間也比較長 之後是回落以後 到當天的一個均價就不下去了 包括下午這一輪衝高以後的一個回落 也基本上到當天均價附近不落 那這是從盤面的一個角度來說 我覺得多頭的力量 似乎給我的感覺更強一點 但同時我也有思思不安 不安在哪裡呢 如果說多空面臨決戰的話 你要找一個領頭羊板塊 那這個板塊在哪裡 藍籌嗎 高科技5G等等這些板塊嗎 還是兩康 這個康德馨和那個什麼康美耀燕呢 因為我看到今天下午 幫他們兩個漲停了 不見得是他們吧 我想應該不會是他們 為什麼說應該不會是他們呢 至少下午兩點鐘的時候 兩康漲停的時候 我看到了大盤的一個哆嗦 在這個位置 一下子跌了下來 說明市場對這種股票的一個漲停 是不能渴的 沒有業績不談 甚至還有可能是有造假的一個嫌疑 那這樣的票你來領賞 那顯然是不可能的 那回過頭來講 從剛才我們從盤面的一個角度 從板塊的一個角度 也給我一個感覺 市場在積極的尋找一些領頭羊的板塊 不妨打開漲跌幅的一個排行榜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排行居前的 你看稀土泳池 今天稍微有點消息 一個刺激以後 整個板塊就是一個股票沒漲 其餘的三十四個股票通通上漲 草甘霖排在第二位的 十三個個股全部上漲 有色金屬稀缺資源 都是差不多就是整個板塊 總動員的一種架勢 前些天已經開始活躍的 像總業經久不息的一個上漲 其中已經有一個票 九天八個板 似乎又讓我們看到了 那種神仙操作的一個痕跡在這裡面 所以感覺上市場多頭 似乎在盤面當中都是在積極尋找 那些做多的一個機會 但是我一看成交量又有點泄氣 為什麼呢 成交量跟昨天相比 還是2262億吧 這樣的一個成交量水平 連上週週五V返的時候 2740多億的一個成交量 還差接近500億 480億的一個成交量水平 那怎麼可能有一個決戰呢 但是經過本週漸漸漸漸的一個回升 我們從K線的一個角度來看一下 你就會發現 這個決戰的意味 決戰的架勢 似乎已經在盤面上 有一絲絲的感受到了 我們主要看的是哪幾根K線 我把均線系統去掉 我們看起來更清晰一些 對多頭而言 2月25號的這個缺口 以及它的這根陽線 是多頭宣示 這個行情將展開的 這個非常標誌性的這根K線 那對空頭呢 對空頭就是5月6號嘛 這裡的這個缺口 以及它的一個陰線 就是空頭在宣示 我回來了 牛市你暫時別想 我回來了 基本上就這個意思 那現在的一個波動區間在哪裡呢 正好是這個陰線目前 舍體的一個範圍 大家回過頭來看 這根陽線和這根陰線 相互之間有交集的 那交集的部分呢 我認為這個交集的部分實際上就是什麼呢 陽線正好到陰線的這個位置 然後下方的陰線呢 到陽線的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那這其中的這部分呢 是多頭也縮了不算 空頭也縮了不算 但是這個上方呢 是空頭縮了算的一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呢 也就是2961點上方 也就是這天的高點的一個上方 2961點的一個上方 而這個下面的一個區間呢 是在2876點的一個下方 是多頭縮了算的一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已經運行到了2955點 離空頭要說了算的位置 2961點就差這麼幾個點了 如果還是這麼小的一個成交量 明天往上運行到空頭主控的一個區間的話 那難以想象 他能夠思路破舟往前走 當然從時間的一個角度來說 我是傾向於對多頭會有利的 但進階段 剛剛打下來以後 上方是空頭主導的 你多頭現在還沒上去過 你現在只是試探性的一個上漲 而上漲的這些零漲的所謂板塊 都是小票為主的 不能夠決定左右大盤的一個走向 所以我覺得可能明天 或者是再接下來下周 將會有一個多空的一個決戰要來了 這個硝煙的味道我已經聞到了 那麼主角到底是誰 待會兒我們要請出嘉賓來跟我們聊聊 對市場下一步是怎麼操作 我們先看一下編導 給我們準備的市場熱點信息 回頭我們再來一起討論 來 今天A股三大股指全天強勢震盪 截至收盤 上漲指數報2955.71點 上漲0.58% 深圳城指報9293.32點 上漲0.37% 創業板指報1533.67點 上漲0.33% 盤面上 稀圖永磁板塊先漲停潮 水泥板塊和農業板塊表現強勢 人民銀行16日公告稱 目前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處於 合理充裕水平 今天不開展逆回購操作 鑒於今日無逆回購到期 人民銀行實現零投放零回籠 據國家統計局5月16日消息 國家統計局今日發布了 2019年4月份 70個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銷售價格 變動情況統計數據 對此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 劉建偉表示 4月份一二三線城市商品住宅 銷售價格穩中略升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月14日 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部署進一步推動網絡提速降費 發揮扩內需穩就業 會民生多重效應 確定發揮企業主體作用 提高創新能力的措施 推進產業提制升級 好 歡迎回來來介紹一下 今天來到場內的三位嘉賓 張極能 葛建穎和葉鵬飛 三位好 我們今天一樣和我們的觀眾一起 來做一道選擇題 今天我們跟觀眾朋友們 是做了一道投票的問題是 認為這一波行情反彈 會到哪個位置 我先來聽聽張極能 你心中你覺得這一波反彈 會到哪裡 我覺得會到缺口的下方 缺口的下方 對 然後的話會重新回 所以才2,800 是 你給他路線圖也畫好了 先到這個位置 然後再回落 那葛建穎呢 我個人覺得他反彈的 我個人的壓力 就是參考位是在3050附近 3050附近 對 因為這3050實際上 是我們前期的一個重要的 關注參考點 所以現在來講還是返回去 所以焦點還是在那個位置 對 葉鵬飛呢 我覺得還是要先上去 那個復原力化的缺口 之後的話應該會反覆 反覆到最後應該是 最終還是要突破向上的 最終還要突破向上的 我們現在只是第一輪的話 就是到這個缺口的位置 要有反覆了 也就說到了缺口 恐怕就不會像現在一樣反彈 這個每天往上磨一點 就是這個意思 對吧 好 回過頭來 我們來聽聽張吉仁 既然你是這個觀點 那說說你對這個是 怎麼分析出來的 好的 那首先的話 我的觀點是覺得 這裡會指數向上去 試圖挑戰60均險 但是應該挑戰不到 就是後面會往下去碰那個2800點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覺得短期的這個上漲 是由於政策的 就是政策的這個 會有一個情緒性的修復 就是現在下跌的比較多了 有個情緒性修復 然後之後的話 機構會去看數據 那就是因為整個經濟數據 可能會出現下滑 和整個這個 各種利空因素的影響 市場會有波動 對 重新進行一個官網 那我也帶著一張圖 來說明一下我的觀點 我覺得下跌的過程 基本上就是一個 利空釋放的過程 就像一瓶可樂 然後把它打開之後 放棄的這個過程 那這張圖上面是有 比較明確的表示 就是說4月18號的時候 我當時來的時候是覺得 指數會回踩整個十日均線 當時的判斷就是 整個經濟數據也好 或者那個CPI也好 CPI是上行的 經濟數據呢 將來會有一個下行的過程 所以這時候應該是指數會回踩 當時我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小民跑步 就是情緒比較高 但體力跟不上了 那這個時候就想 這個時候其實就是一瓶可樂 剛剛把那個瓶口打開 就是開始放棄 這個氣呢就是利空 然後呢 緊接著到4月25號 30號來做節目的時候 我是覺得這個反彈的力度不會太強 這裡缺口附近可能有個反彈 當時的那個缺口附近有個反彈 然後力度不會太強 就像皮球拍到尼坑裡面 它彈不起來 後面還會下跌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利空持續釋放的過程 就是大家可以想像就是 剛剛開了瓶口之後 那個氣它不斷的在往彎冒 這是一個過程之中 然後到上週呢 來做節目的時候 我是覺得5月中旬之後 會市場有個逐步的反彈 主要原因呢就是 氣已經放完了 就是已經調整了四個 差不多有四周 那這四周時間呢 差不多就像一瓶可樂放在那裡 它量了四個小時 那氣放完了之後 就是利空出境的時候 那階段性利空出境的時候 那市場會有個 情緒性修復的這個過程 那現在就是在這個過程之中 但是呢我覺得這個過程之後 市場還是會有回彈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最終各種各樣的利空 會對我們的一些 未來的這個經濟數據 會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 那機構的話會去進行一個觀望 那我覺得這種觀望的過程 他們大概率會以一個 退守的方式來進行 那這種退守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可能在就是5月下旬 或者說5月底之後的話 他們可能會回到2000 就指數會回到一個2800 這個位置去進行一個觀望 然後等待整個消息落地之後呢 我覺得在三季度的時候 市場會出現一波 比較明顯的這個指數性的這個上漲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各種利空消息 在階段性比較明確 落地之後 市場會有一個真正的修復 那大的格局 我上次來也講過 就是現在是一個牛市的初期 我覺得18年是冬天 就是熊市是冬天 那麼現在的話是初春 然後之後 現在的回調是倒春寒 之後的話還會有這個 震盪上行就是夏天和秋天 因為我覺得就是做股票應該是順勢而為 我覺得市的話 一方面的市就是一個就是 技術上走勢 但技術上走勢 它往往會受情緒和政策的影響 那更大的市我覺得是一個自然的規律 就像四季的更迭是自然的規律 我覺得牛熊的轉換也是自然的規律 趨勢一旦開始就不會輕易地結束 這是我的觀點 但有很多人覺得現在不是牛市 因為很多股票持有之後的話 大家覺得都不漲 因為覺得以前的牛市都是個股 漲的是牛市 那我現在又帶了一張圖 另外一張圖我是想解釋一下這是什麼原因 那主要原因 原因的話我覺得牛市的話 它是在一個轉變的過程 就像時代的這個變革一樣的 我們現在的時代跟以前的時代是不一樣的 那過去我們可以看到 過去三次的這個牛市 就是2005年的這次牛市 它是一次大牛市 各股普漲 那這個時候是金融股 周期股消費股都是大漲的 然後2008年到09年的那個牛市 是個小牛市 但是這時候也是個股普漲的 就金融周期消費也是大漲的 到14年也是個大牛市 也是個個股普漲的牛市 也就是說 經歷過這三次牛市的投資者 都是覺得自己手上 只要拿了股票 會最後 只要敢持有的 最後都漲了 但是到了16年和17年 這種情況 發生了一個比較明顯變化 就是1617年 指數其實也是漲的 就但指數漲的比較慢 這時候是個結構型的牛市 就是個股裡面我們發現 像銀行股 建築股 白酒股 還有爐葉之類的 這樣的一些個股 它們的龍頭漲得特別好 其他股票呢 它基本上沒怎麼動 所以大家覺得那個時候不是牛市 但是我想說的一個觀點就是 我覺得未來就是一個 行業趨向於龍頭化的過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受 就是現在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像現在去網購的時候 我要買把刷子 那我在淘寶上買把刷子的時候 我一定會去選擇 評分高的那個 那家商家 那這家商家 其實就是在一個龍頭地位的這家商家 其實我想說的就是說 過去為什麼前三次牛市 都是普遍性牛市 因為那個時候 互聯網沒有改變我們的生活 到現在為止就是14年之後的話 互聯網在改變我們的生活 那在改變我們生活的過程之中的話 會使得行業趨於龍頭化 就像很多例子 比如說我們平時吃飯的時候 叫外賣可能就叫美團 叫餓了嗎 那平時出行的時候就打滴滴 對吧 這個都是一些龍頭性的企業 我覺得反映到股市場 未來也是這樣的一個趨勢 就是龍頭類的企業會長得比較好 或者說特別好 然後別的公司不是不會長 題材類的公司也會表現 那還有些黑馬也可能長得好 但是黑馬它之所以叫黑馬 就是因為它概率不高 所以它成功率就比較低 所以我認為就是要選要選龍頭公司 我覺得像今年就19年開始 未來也是個結構性的牛市 那科技類的龍頭 消費類的龍頭 和券商類的龍頭 我覺得是這輪牛市裡面 最受益的品種 大家可以回頭看一下 16年的這個正當的牛市 這輪牛市裡面 銀行股裡面工商銀行 作為一支超級大盤股 在兩年之內也翻了一倍多 那我覺得就是未來牛市也是一樣的 就是大的真正好的有價值股票 它會持續上漲 但是那些沒有價值的股票 它可能只有階段性炒作機會 這是我大概的觀點 好 張吉登說完了 我覺得之前我就感覺 這個小伙子不錯 現在我知道了 為什麼會有兩把刷子 剛才說了 已經去買過兩把刷子了 那這是一個 那回過頭來 有一點我還是要跟你做探討 你剛才也提到了 結構性的一個牛市 那目前市場當中 我們也知道 最近一段時間 這個北向資金在流出 咱們這個融資融券 資金也不會 也開始有流出的一個現象 那會不會這個結構性 更反映在 比如說 大盤股和小盤股的一個 翹翹板的一個現象 你剛才說的是一個大的一個環境 對 可能19年開始的這個牛市是 結構性的 那最近這一階段 會不會有翹翹板的一個現象 這問題你先思考一下 好吧 我們跟葛建穎再來探討一下 你對市場的一個看法 來有請 其實這個市場 總是會分這個階段和周期的 但是我現在講 我們就來看當下的市場 它是個什麼樣的狀態 那如果要是看現在的情況 我把它定義成是一個反彈的過程中 就是進行史 那為什麼這樣 實際上上週來做節目的時候 我們講過這2850附近吧 可以做一個參考的 就是區域的階段性的一個介入的一個時間點 那麼從這一段時間來看的話 它也是在反彈的過程中也沒有錯 這個裡邊實際上有一些現象 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 指數的走勢和板塊的指的走勢 或者說有些個股的走勢是差別很大的 對 其實在它表現的它這個週期的反應的情況的話 這個方面的話你就會發現 其實指數基本上大部分的指數 它都是在5月10號見底的 就說5月10號打出一個新低的 但是實際上很多的板塊 或者甚至強勢的個股 它基本上是在5月8號左右 5月7號 5月8號它就已經見到了低點 那麼這個是我說明的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想表述的就是 現在的市場它是有分化的 那麼從整體的 如果從週期比較 我們再拉長一點的話 那我是把它看成是一個現在的狀態 是一個調整的結構 就是說從週線來看 所以從週線的級別來看 我是認為是調整 還有可能沒有結束 那麼在日線級別 它是反彈沒有結束 所以我們從操作的角度 除非你要等待一個大一點的波段 或者是趨勢行情 否則你要想參與的話 那我就先把它作為一個日線級別的反彈去對待 去持股跟隨 等到它給我了一個賣出的信號 或者是智漲的信號以後 那我就可以做高炮落袋 這是我的一個主導思路 那現在還是可以持有 持有 對大部分都是可以持有 因為大部分的個股實際上它的節奏跟指數是差不多的 但是有一些小部分股票它是獨立的 那麼也就是說它的節奏可能是時間週期 會有時間差 有可能有些強勢股票 它已經到達了一個階段性的高點 那大小之間有考慮嗎 大小之間我覺得差別不大 差別不大是吧 我覺得差別不大 節奏都差不多 好我們兩位已經談完了 請出葉鵬飛 好久沒來了 那聽聽葉鵬飛對目前這個市場 也很關鍵的一個時刻 給我們來談談你的看法 我個人認為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就是針對前面幾個月的一個上漲的一個修正 或者是階段性的調整 那麼調整的話 現在可以看基本空間 應該是在前兩天那個地點差不多了 就2800上方一點 那地方差不多了 然後還有就是說 時間上可能我們需要再等一等 時間上的話 我跟大家傾向於就是說 6月中下旬 然後如果再晚一點的話 可能就三季度 那就是這個震盪調整就結束 結束的話 我跟前向後面的話 還再度的向上突破 展開新的行情 你指的6月中下旬開始的這個結束 是這一波現在反彈到上面的一個結束 還是反彈回落以後的一個結束 我指的是面臨一個向上的再突破 向上的一個再突破 就是重啟行情 重啟行情 那實際上也就是可能要完成一個雙底的一個結構 或者完成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結構 這個過程當中是 比方說先把那個缺口 就上面的5月6號那個上面那個缺口 先回補掉 會不會再下來都不排出一種可能性 就是說甚至它會走一個 就是說 階段性看就是一個可能一個W W一個底部的形態 那也可能就是說上了缺口 然後不一定再下了 也可能直接就慢慢的在氣溫 向上形成突破 實際上我理解你剛才的一個說法 在兩個缺口之間要來回折騰一下 然後再決定一個方向 你認為這個方向未來是向上 對吧 這是一個大的一個趨勢性的東西 好 而且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這波整個的一個行情 從一個大的一個格局來看 它應該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級別的一個流市 不簡簡單單是一個反彈 因為從政策的一個推進 然後包括到最後對經濟 然後包括我們的一個資金的一個吸引 最後我覺得應該是一個比較大級別的一個流市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不用太多的去過於就是說 對這個一些小的這種波動 就產生就是說 可能就是說又產生一個特別大的迷茫 就是說這個趨勢我覺得還是堅定的 因為它的一個未來的整個 如果是個流市 它的流市的驅動力 就來自於一個就是說 轉型科技 然後作為一個引擎 經濟的引擎 同時還有一個就是很大的一個改革 那麼這兩回是一個未來 就是推動整個一個流市的一個非常大的驅動力 那麼從這個大的格局來看好 我們後面就是說目前也是處於一個流市的初期 那現在目前的階段也能看出來 很多股票其實已經開始逐步分化 好 聽出來了 這個咱們葉鵬飛是做大波段為主 對目前的這個小波段不是十分在意 那對好多投資者來說 我覺得也應該有這樣的一個情懷 而且從去年10月份開始 確實出台了不少的一個政策措施 包括我們4月份5月份又有相應一些政策落地 那慢慢慢慢的會減效 也不排除這一波的一個市場 未來級別會很大 我們走一步看一步 那回過頭來回到張吉仁這邊 我們剛才實際上是問了你一個大小之爭的一個問題 進階段實際上是帶有一點存量的味道 那會不會這裡面有所區別有所差別 好的我的理解是這樣的 我是不分大小分的是什麼就是這些個股 只要是跟最近的這些利空沒有什麼影響 就是這些利空對它沒有什麼影響 反而甚至是有利好影響的 那這些公司或這些板塊就會有機會 包括像今天舉個例子 像今天鋼鐵它漲的話 就是因為後期我們認為在利空壓力下 會有一些政策暖風的這些利好 那刺激整個周期股 那周期股裡面的油色和鋼鐵會漲 然後還有像稀土的話 也是因為外部的一些利空因素的影響 那使得它反而有受益 那所以長 那我覺得我是帶著一張圖 就是說明一下我的觀點 我是目前是比較看好的是醫療股 就是創業版50裡面 就由MSCI去介入的醫療股 那為什麼呢 這是我大致的一個思路 就是我5月整個思路的話 是一個避險的思路 那我記得就是5月前 就是最後一個交易日 就4月30號我來做節目的時候 我覺得5月整體是調整 以避險為主 當時我看好的是黃金 那黃金其實就是受益於就是 各種各樣的利空因素 它反而是好的 它是避險 那這兩週黃金其實長得還可以 然後的話 它是體現市場避險的情緒 那上週來做節目的時候 我是看好的是 上海自貿區概念和長三角概念 那我認為這個時候 是一個主題性投資的機會 因為跌的比較多 然後的話我覺得 同時它也不受各種利空因素的影響 它就是它 它是不一樣的煙火 會有比較明顯精彩的表現 那後面也是有一定的幅度的上漲 那現在我看好的就是 是醫療這個方向 尤其是創50裡面 有MSCI介入的醫療 一方面我是覺得 從基本面角度上來講 那這些醫療股 既然有MSCI介入 那外資肯定 他們也是研究過基本面的 那我覺得他們的基本面 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這是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從整個大的趨勢上來講 中國人口老齡化 這個趨勢是必然的 那我覺得 從基本面角度來講的話 他們就是長期受益的 就是這些醫療股的 基本面上 第三 就是在近期 他們是首次被整個MSCI關注 所以有資金流入 而且他們又在比較低的位置上 就是調整了一段 現在 所以我覺得有比較多的資金會 逐步的流入 就是MSCI的資金會有部分的流入 那這個時候 就會形成一個股價本身 內生性上漲的動力 第四 就是因為它調整比較多 它技術上本來就有個上漲的動力 所以我會去關注 這樣的一些板塊中的個股 然後逢他們回調的時候 去進行一個介入 然後還是一個清倉操作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因為我覺得 後期指數還會回回盪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是倉位 就隨著指數上漲 我的倉位會越來越輕 但是我還是會去關注這個機會 那你現在倉位輕到什麼程度 15到20 15到20 也還可以 確實輕了一點 那回過頭來講 剛才張基能也提到了 4月底5月初的時候 他當時關注什麼 黃金 那現在呢 現在是醫藥 加了好多限定詞 不知道注意到沒有 創50當中的 這是一個限定詞 還有一個限定詞 什麼MSCR成分當中的 那為什麼會加那麼多限定詞呢 說了理由了 因為現在呢 那MSCR這個首次把它介入 放到這個組合當中呢 必然有一定的一個資金 這個海外來的這部分資金會關注 另外一點 我覺得儘管這從5月初的 和現在的都是帶防禦的這個板塊 但是有差別 黃金我認為是天然防守 純防守的一個板塊 但是現在是5月下旬 接近下旬的時候 他這個防禦當中啊 帶了一點點進攻的味道了 因為這是首次MSCR放進去 他必然有外資的資金 會青睞於他 而且他們本身也是崇尚業績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次是 我這樣說可能有點主觀 沒有跟沒有徵詢過他的意見 但是從他的這個敘述的一個情況來看 我覺得是帶有防禦當中的一點進攻的味道 不知道你有沒有感受到 好接下來我們聽聽葛建穎 上次來跟我講的那個 航天軍攻 表現還真不錯 來跟我們說說 其實我呢屬於相對比較實戰派的 那我其實當時說這個航天航空呢 我講一下我發現他的這個過程啊 實際上從上個星期二的時候 在尾盤的時候我就發現 軍攻板塊整體出現了一個表現 那麼所以我在周三的時候 我就去找了一下這個 他們的一個走勢 結果一下子就發現那天 就是周二晚上我就看到了 那就來分析了一下他的一個情況 那就看到這張圖呢 你可以明顯的看到這個軍民融合 它是帶有一個底背離的一個形態 而且這個底背離是在前面兩個底背離啊 實際上是一個正向的底背離 就是說股價在下跌 這個指標卻在上漲 那麼最後這個這個背離呢 出現了一個反向的背離 那麼這個反向的背離呢 就讓我感受到這個機會的來臨 所以呢就是 即時的就是介入了這一塊 那麼現在來講 它這個板塊我覺得還是沒有走完 航天航空我覺得還是走的蠻好的 還是繼續 那我現在呢 給大家講一下這個底背離的一個狀態啊 你再看一下另外兩張圖 你就會看到很有意思 上陣指數 你可以看一下另外兩張那個底背離的圖啊 這個圖是表示什麼呢 這是一個正向的底背離 它我這個地方圖裡想說明一個什麼呢 就是正向底背離在它下跌的過程中 連續了三次出現這樣的正向的底背離 但是它的股價還在一路的下跌 那麼如果你再看第二張的話 它是出現了一個反向的底背離 這張圖實際上也是上陣指數的一個走勢 只不過就是中間的一段 你會發現它是在上漲的過程中 出現了一個反向的底背離 隨後它就一路上行 走出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行情 不過這個裡邊應用的時候 你要注意它這個底位的一個不能破壞 那具體的操作呢 我可以給大家帶來一個提板啊 給大家稍微的講解一下 這兩個背離呢 實際上它有一定的特點或者是區區別 這個前邊的這些內容呢 狀態使用方法都是基本上相似的 剛才也說了一個是正向是 價格和這個指標的不一樣的這個方向 那麼實際上它應用的時候就有點 注意事項是有點不同的 那麼正向的底背離呢 實際上是在下跌的過程中 它出現了這個底背離之後 正向的底背離之後 有可能還會繼續下跌 就說出現正向底背離它會有反彈 但是反彈之後還有可能再次下跌 那麼另外一個呢 就是在應用的可靠性裡邊呢 正向的底背離呢 它可能多次的出現底背離 然後才能出現真正的一個反彈 但是反向的底背離呢 就不一樣了 它的這個可靠性相對會高很多 那麼也就是說 在它的這個過程中 只要一旦出現這種現象 一般來講都會很快速的發生一個反彈 那麼再一個 就是說它有一個絕對的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反向的底背離 往往出現在上升的過程中 會出現回踩回落的這個狀態下 能夠出現這樣的一個結構形態 所以一旦出現這樣 那麼它就有更好的可靠性 和更好的持續性 這是我對這個正向底背離和反向底背離的 這麼一個應用的講解 應該說很精彩 那實際上呢 上一次來的時候呢 跟我們提到韓正恩軍工 把這個其中的有些 都跟我們用圖表的一個形式 跟我們做了一個說明 那今天呢 又把這個底背離 兩個一個正向的底背離 一個反向的底背離 把它的一個應用跟我們說了一下 其實回到第一張圖上呢 這個軍民融合的一個底背離 實際上從這張圖上呢 我們已經能夠看出它的一個不同點 第一個 這裡是正向的一個底背離 是下跌過程當中的 反向的底背離呢 是在上升過程當中的 那正向的底背離呢 其實這個過程當中呢 你看啊 這裡和這裡好像已經有了是吧 然後這裡又有了 是兩次以後 然後看到再反彈的 但是這個反向的底背離呢 這一次下來 就看到了啊 這裡的一個機會就來了 所以這個呢 是最大的一個區別啊 那投資者朋友呢 晚上如果有時間的話 打開電腦去找找看 你這個有沒有機會啊 能夠找到一些 比如說幹線板塊 既然我們說這個市場 後期還會漲嘛 那去找找看 會不會找到這樣的一個機會 然後呢 有機會呢 你多觀察觀察 把這個技術運用熟練了 在小艙開始試試看 好不好 這樣的話呢 你就慢慢就把嘉賓的啊 這個優勢的一些東西啊 慢慢慢慢就化為 你自己的一個東西 到時候 你自己就慢慢成長起來了 好不好 這個是咱們順便的就把 剛才葛靖瑩講的一個東西啊 我借花獻花啊 再來跟大家說一下啊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出葉鵬飞 聽聽葉鵬飞今天帶來什麼樣的一個操作思路啊 跟我們投資者做一個交流 來有請 因為我的一個投資風格是偏向於價值成長 以這個為主的 然後就是說 以技術趨勢為輔助的 那麼就是我可能更多的會解讀一些產業政策相關的東西 包括就是說 行業未來的發展和產業政策 這會對一些行業和板塊的一個推動 那麼就是說我可能 去用現階段 包括接下來整個的 我把它定性為一個流氏的話 我覺得未來的一個主線 應該是在科技加金融這兩塊 是一個市場的整體的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主線 那麼我尤其像在科技這塊 我可能更圈向一向 有自主可控的那些硬核科技 就比如像這個芯片軟件 還有5G 還有包括5G的一些相關的場景應用這一塊 那這一塊的話 應該它是科技當中的一個基礎 但同時呢 它又是科技含量比較高的 而且我們現在中國來說 也是相對比較 有些地方是比較薄弱的一塊 那可能就會大力的發展 那就說我個人就說 覺得未來就是整個的中國 必然要走這個科技強國之路的 那麼就是說包括科狀版 後面的一個定位 它應該我認為它都是 都是以資本給這個技術定價 那麼會迎來就是整個的一個科技的 一個重新的一個估值 就是估值體系的重塑吧 應該可以這麼認為 那麼就說現在我們的市場也有非常好的一些科技 確實可以說跟國外的比起來 它的估值其實也是偏低的 那就是說從這一塊來看的話 就是說我更多的還是倾向於這個大的科技這一塊 當然有一點有幾點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肯定是需要有就說業績為背景的 第二個就是說它要有一定的成長性 就是它有產品它有一定的核心競爭力 然後同時就是說它的一個投入 就是研發的投入是有一定的就是說資金吧 資金份額包括它的一個持續性 那這一塊就是說會是這幾個核心的標準 就是說它就能讓你找到一些相關的一些 就是說比較具備一些真正的就是說優勢 和未來發展競爭力的一些企業 那這些企業的話如果找到的話 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我覺得就是說它未來的空間 因為我對這些股票未來的整個的行業的發展和這些 包括落實到一些相關的公司的話 可能對它們未來的看的一個第一個時間周期 第二個就是說未來的一個成長空間 因為我選擇的是成長的階段嘛 那它未來的成長空間可能都會比較大 所以我可能相對對一些股票 它的一個階段性的一個震盪不一定會特別的在意 我更多的是關注它整體的未來的一個趨勢 比如說這塊的話像相關的公司在這個市場目前很少 剛才像那個張靜誠說的 要找一些相關的這些龍頭型的一些企業 確實這個是一個相對比較 就是說巨頭人市場已經把這個篩選過了嘛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捷徑 但是我更多的倾向也就是說 再能夠再花一些功夫去找一些 就是說正在一個從現在還是規模比較小 還不具備一個就是說大的體尿的 然後成長成未來的一個企業 那包括就像之前的15年前的騰訊 對吧這些這類的企業 那是更加好的 當然這個是難度更大 難度更大 對但是可能投資有的時候 然後真正的那個的話目標的話 就是說我們最終是要盈利的 但是有的時候這種過程 或許比你在上面獲利多少 可能更加來 因為獲利多少還有你的本金投入 對吧 那所以就是說我們可能更多 你找到一個成功就像巴佩特一樣 它其實真正的成功的那個什麼 就是說案例並不多 但是它敢於就是說 就抓住了這個機會同時 就是說重倉的那些企業 它看著就OK了 好確實咱們葉鵬飛呢 是提了不少想法 那我想至少有幾點 我覺得說得很到位 找成長股 實際上就是每年業績要增長 而且呢 它如果是科技型企業的話 研發費用的一個佔比一定要高 說到這裡呢 我覺得今天早晨 我們編輯部有一位同事跟我說 今天出了一條新聞 說有要上科創版的 它居然研發費用的佔比只有百分之三點幾 硬指標都沒有到 這個呢是有點讓我有點感覺 雅蘭失效 哭笑不得的一個味道 所以我們如果你要找科技型的一些企業 那一定要找研發費用要高 這個呢高投入才有可能產出高精尖的高科技 這點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但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 可能要犧牲眼前的一些業績 看你怎麼選擇了 好這個不多談啊 咱們 廠內的嘉賓呢已經聊得差不多了 我們要聽聽廠外嘉賓 今天請來的廠外嘉賓呢是牛核心 聽聽老牛對今天的市場 他是怎麼判斷的 來有請老牛 這個大盤繼續呈現超級之後的一種弱勢的修復 但從今天的盤口現象來看說 向上反彈的力度有所減弱 明天呢應該可能會出現一個衝高回落的動作 目前呢各大指數呢主要是在上方一個缺口 或下方一個缺口之間的一種拉鋸站 從市場的整個交易的盤口熱點來說 現在就是一種超級之後的一種自我的一種修復 但是總體的持續性比較差 所以說風險應該說還是存在 短期我們認為是進入了一個自我修復的一個弱反彈的結構 這種反彈之後 它還會有一次判敵的一個過程 具體的操作來說 我們現在就是保持一定的倉位 三四層倉位 盤中如果是有個大幅的拉升 我們會做一個減持的動作 至於年報包括季報有大幅育增的 包括性價比價位都比較好的一些股股 進行一個逢低買落的一個動作 好 歡迎回到《貪固論經》 馬上進入有看頭來了板塊 接下來我們請出楊守俊 請他跟我們分析一下今天的市場熱點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機 掃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可以和有看頭來了講師 獲得更多的一個聯繫 接下來我把時間交給楊守俊 好的 歡迎收看《有看頭來了》 我是楊守俊 不知不覺這個反彈 從上週五開始已經維持了 整整五天了 我相信大家的帳面上 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浮盈的 那麼現在大家在考慮一個問題 究竟這個反彈 接下來還有多少空間呢 我們今天結合市場當中的一些板塊 和個股的一個走勢 和大家來聊一聊 那首先我們看到這支呢 是最近一段時間市場當中的一個 絕對的一個明星股 連續的上漲累積了非常大的一個漲幅 但是我們發現今天它卻出現了一個 高位放量的大陰線 那按我的一個理解 短線有一部分賺足賺購的資金 可能已經開始提前的撤退了 那當然了部分個股 漲幅過大出現這種情況也很正常 有些朋友可能會說了 畢竟今天市場還有100來加 近100家個股漲停的嘛 那我們來看幾個板塊啊 繼續跟大家聊這個問題 我們進一張PPT 那首先是稀圖泳詞這個板塊 今天板塊幾乎出現了一個漲停 那我們發現呢 走勢上呢 它已經切入到之前的 這樣的一個下降的一個 就是平台的一個壓力位了 放量的程度也是不錯 但是如果我們對比 它之前兩三月份 這一波上漲的這個成交量來說 今天這個放量不太夠 而且從下方的MACD 和多空能量線指標來看 目前還是處於一個 比較收斂和糾結的一個狀態 那麼更為關鍵的是什麼 我們回想一下 這一波行情五天 五個交易日裡邊 板塊輪動太快了 從芯片到5G 再到昨天的消費 一下子今天又到稀土 板塊輪動這麼快 反而表現出一個特點 就是持續性不佳 那從這個板塊來看呢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板塊 那就更有一點點無厘頭了 我們進下一張PPT 我們注意到今天近100家漲停板裡面 ST板塊貢獻了20多家 五分之一還超過 那從ST板塊的一個走勢來看呢 最近半個月是跌幅達到了30% 突然出現這樣一個報復性反彈 那從邏輯上來說 說得過去超跌反彈嘛 但是從投資價值來講 你說ST板塊有什麼投資價值呢 所以中上所述啊 我認為短期這個反彈 可能會出現一點點的變數 因此對於大家現在手中 都持有的這些個股啊 漲得多的我認為 是不是要做一定的 逢高減倉了呢 那有些朋友說了 我現在的個股 可能這一波沒有漲 或者說可能還是在下跌的 具體該如何操作呢 那您可以帶著這樣的問題啊 掃描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來進行跟我們 進一步的一個諮詢和交流 那我們也會 根據您手中的一個品種 給您制定您的這樣的一個操作策略 那最後我們進一張PPT 來看一下什麼情況下 這個反彈就徹底告結束了 那麼其實這段時間 創業版30分鐘這個走勢 我已經不是一次拿出來給大家看了 那麼下方呢兩個支撐 其中最底下這個支撐呢 是這段時間我一直說的 這個反彈的一條生命線 破了這個反彈就沒了 但是隨著昨天市場的一個上攻 和今天市場這個穩定的一個上攻呢 那我再給大家畫了上面這條支撐線 那如果上面這條支撐線破了的話 我認為對於一些比較激進的朋友 最好可以先做一個防守了 那麼當然了 今天我們主要給大家帶來的一個內容 還是說大家對於自己手中個股 如果需要諮詢的話 記得掃碼找我們來做諮詢 好的今天有看頭的技術講解 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接下來我把時間呢還給老袁 好歡迎回來啊 投票的結果呢已經拿到了 這個今天的問卷調查的問題呢 很有意思啊 您認為此人反彈的第一目標位在哪裡 我們稍時休息 馬上揭曉結果 目前市場每天都有熱點 板塊輪動太快 總是選不到好股票 怎麼辦 別著急 讓智能選股力氣多空雷達 幫你輕鬆把握行情機會 現在掃描下方二維碼 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點了解 輕鬆交易 多空雷達得益於新浪大數據分析系統 逐層挖掘市場投資行為數據 搭建當下強勢股走勢模型 並在三千多隻個股中一一對照 挑選出形態良好的短線龍頭 掃描二維碼免費體驗 讓多空雷達幫你找出當下的好股吧 智能選股更要把握買賣時機 而多空雷達特有的黃金三角 則可以清晰地發現買賣趨勢 紅色表示多頭信號強烈 可以開始關注 藍色出現時空投信號預警 投資者要謹慎觀望 操作簡單 提示及時 現在掃描二維碼拿到手試一試 相信事實會給你答案 歡迎回來微信連連看 分享了嘉賓朋友們的觀點之後 讓我們來了解一下 觀眾最近看好哪些板塊 我手裡始終拿著的是芯片概念 無論股價如何起伏 我是虧然不動 因為我認為在芯片板塊的未來兩年當中 會誕生一大批十倍股 這位觀眾對於芯片類的個股 可以說是極為看好 那不知道您是否也將關注點 是放在了芯片板塊上 歡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 來與我們交流觀點 接下來請袁建欣來為我們揭曉 今天微信的投票結果 歡迎回來 等不及了吧 我們先來揭曉 我們的微信投票的一個結果 第一目標位到底在哪裡 那有五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 A選項 上摸上方缺口的下延 25% 四分之一的觀眾 選擇了這個選項 B選項 部分回補上方缺口 也就是說上方缺口 不僅是碰到下延 我還得往上走一步 22% 這個四分之一不到一點 五分之一強 C選項 完全回補上方的缺口 有10%的觀眾 選擇了這個選項 也不錯 有10% D選項 突破3288點 創出新高 有多少呢 13% E選項 這輪壓根不能算作反彈 30% 也不少 先看來呢 這個看得樂觀的 很樂觀 看得悲觀的 壓根不算反彈 也有30% 所以我們的這個問卷調查 這個結果相當重要 給大家有一個參考意義 好來看一下留言 今天的留言 第一位呢是張林寶 他說啊 今天大盤指數 繼續收小陽線 成交量呢 在逐步放大 個股呢 漲多跌少 短期已經有 其穩的跡象 但是機會 還是在少數板塊的個股當中 此股觀望 第二位雲霧啊 他說啊 護指明日半年線 將經差年線 但值得注意的是 半年線 每天都在緩慢上移 而年線 卻每天在下移 指數中長期向上的一個態勢 將逐步形成 而短期由於這兩條均線 反向而行 所以區間震盪 或將成為常態 等待年線拐頭向上 這是兩位觀眾的留言啊 那麼雲霧呢 對軍縣啊 研究的比較深一些啊 來看一下 後面有一個是問葛建盈的 這個問題是剛剛拿到的啊 為什麼說剛剛拿到呢 因為剛剛看了你剛才 底背禮的一個講解 問題就來了啊 他說他關注的一個個股啊 正好在正向底背禮 那正向底背禮 是不是值得去參與呢 如果參與的話 注意些什麼 是這樣 既然他是正向底背禮的話 他一定是創了新低的股價 所以說從這種股價 創新低的這個狀態來講 是可以考慮試探性的參與 但是這個必須要注意一個設置 就是在這個新低點 就是這個低點啊 一定要設一個止损位 就是說如果一旦打掉的話 可以做一個離場的一個動作 再等待下一次的機會 我的理解有點飆車的感覺啊 飆車之前 我要綁好保險帶 然後才能飆啊 是 是這意思啊 因為它正向底背禮 它有可能不是一次性完成 它可能還會再來第二個底背禮 第三個底背禮 有的時候甚至第三個底背禮 才能夠形成反向的一個上行 好啊 這個葛建營呢回答完了啊 不知道你對這個答案是不是滿意啊 是不是有啟發啊 那對朋友們來說呢 不要忘了啊 咱們的微信公眾號啊 我們在節目播出的時候 一直在下方顯示著啊 咱們這個微信公眾號 是咱們這個節目唯一的跟大家交流的一個平台 不要忘了啊 有什麼意見建議 包括有什麼想法都可以發過來啊 我們的小編呢 每天會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一些問題啊 在節目當中跟大家來溝通 包括在節目當中 你看剛才葛建營的這個講解 他馬上一個反饋來了 小編馬上就給我 馬上就可以溝通 有問題當場解決 這不挺好的嗎 所以不要忘了啊 拿起你的手機掃瞄一下 咱們的微信公眾號 有問題發過來 我們小閃之家 每天不見不散好不好 那老遠有點累啊 稍時休息以後呢 馬上回來講解一下 我對明天的一個看法 明日搶線報 我們馬上回來 全球目光 我們共聚一堂 汲取靈感 擴展視野 探索無限可能 共享科技成果 攜手改變生活 在亞洲消費電子展 親眼見證科技的未來 體驗全球企業的前沿科技創新 尋求商機 建立合作 聆聽亞洲市場 業界領袖的行業洞察 和科技趨勢 請及加入我們 一起炫耀未來 燃氣寶寶提示您 發現燃氣泄漏 請打開門窗 關閉總罰 並立即報修 燃氣熱線962777 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 請安全使用燃氣 我們與新中國同齡 我們與新上海同日誕生 上海人民寶播電台 現在我們開始第一次播音 我們見證了新中國 從百費代新到大國崛起 上海人民廣播電台70周年 聲音的接力 傳播向上的力量 好 陰冷的雨天 為陌生人準備的雨傘 當與這份溫暖不期而遇 別忘了傳遞下去 傳遞溫暖的你 很讚嘍 歡迎回來 本週主板是否能夠擺脫 早前的三聯音成功收揚 接下來就請袁建希 為我們送上明日搶先報 好 歡迎回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上陣指數的一個情況 今天是低開 溫和走強 是再度接近了更進一步 接近了一個缺口的位置 並且今天是創出了反彈的一個新高 五日十日均線沒有經差 但是很近了 今天是和昨天的一個成交量 只差一個億 亮平收了一個小陽線 我個人感覺 在這個位置需要去補缺的話 還是成交量的一個放大 至少要超過上週五的一個成交量水平 從趨勢的一個角度來看 跟昨天實際上是保持了一致 月線是轉空的 周線還是空頭 日線從昨天就開始已經是 轉多的一個趨勢 是比較明顯的 所以可以繼續謹慎的一個試股 就參考的波動區間來看 2921到2986點 我們再來看一下60分鐘線的一個情況 那60分鐘線的一個情況 目前應該說是一串陽線出現了 那這一串陽線出現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實際上是 沿著五小時均線 是比較溫和上升的 並且從第二個小時開始 這個陽線的實體並不大 午後走勢的有偏軟的一個跡象 明天很可能會進入一個什麼呢 空頭的一個主控的一個區間 也就是空頭宣示的一個缺口 以及陰線的一個實體上方 加上上方的還有一個60小時的一個均線 所以迎來考驗是必然的 至於成交量能不能放大 那就看市場的一個情況了 目前指標是多頭是可以繼續持有 來看一下創業板 創業板也是一個小幅波動的一個走勢 午後重心是上移的 它是五天和十天均線的 今天是出現了一個金差 從這點來看應該領先於主板市場 但是從日間的一個波動走勢來看 它還是聽命於主板市場的 從收盤的一個情況來看 也是一個亮平的小陽線 缺口前的寧靜 我個人認為即將被打破 從趨勢的一個角度來看 跟昨天也是一樣 月轉空周空以及日多的一個趨勢 從這個角度來看 短線是可以僅剩持有的 參考的波動區間1515點到1559點 我們再來看一下60分鐘線的一個情況 60分鐘線上我們看到陰陽 實際上是有交錯 沿著五小時均線上行的一個走勢 反彈新高易 新高是很容易創的 但是補缺無量難 從指標的一個情況來看 是多筒是可以繼續持有 那這是明日搶先報的一個內容 我們稍事休息以後 回來以後要跟大家聊聊 明天是周五 周五怎麼操作 關係到你一周的 是贏還是虧的一個情況 稍事休息 馬上回來 成長就現在 目前市場每天都有熱點 板塊輪動太快 總是選不到好股票 怎麼辦 別著急 讓智能選股力氣多空雷達 幫你輕鬆把握行情機會 現在掃描下方二維碼 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點了解 輕鬆交易 多空雷達得益於新浪大數據分析系統 逐層挖掘市場投資行為數據 搭建當下強勢股走勢模型 並在三千多隻個股中一一對照 挑選出形態良好的短線龍頭 掃描二維碼免費體驗 讓多空雷達幫你找出當下的好股吧 智能選股更要把握買賣時機 而多空雷達特有的黃金三角 則可以清晰地發現買賣趨勢 紅色表示多頭信號強烈 可以開始關注 藍色出現時空投信號預警 投資者要謹慎觀望 操作簡單提示及時 現在掃描二維碼拿到手試一試 相信事實會給你答案 好 歡迎回來 我們來請出三位嘉賓 聽聽他們對於週五行情當中 要注意哪些情況 先請出張機能 還有請 好的 我基本上還是就是粉滴 清倉去關注前面講的 MACCI關注的這個醫療國 然後我覺得反彈可能有政黨 但時間周期上還會有一段 我個人的判斷就是 上陣子出現日線級別 MACD是沒有出現紅柱 對應的很多股票 MACD也是綠柱的 所以這個地方還會有反彈 然後我覺得上陣子出 MACD紅柱之後 紅兩三根紅柱之後 它會再次死拆 死拆往下去做一個調整 我大概是這個判斷 看來MACD這個指標 你有點反著用的味道 我覺得現在比較弱 好 來聽聽葛建營 我對市場的一個情況的話 是保持一份警惕的 就是說要隨時關注它的 智漲的信號出現 和賣出信號 但是對操作來講的話 還是看自己個股怎麼個走法 我覺得這個更重要一些 清大盤 中個股 對 那 圓夢翱翔 頭腦風暴新前沿系列 重磅登場 敬請關注 投資喜馬拉雅FM創始人 他為何堅定看好 持續跟進 他是一個連續創業者 是比戰敏敗 但是還繼續戰鬥的人 曾經在地產界做得風生水起 雲和在2015年 宣布退出地產圈 作為企業家 要回到我能夠發揮 體現我價值的新的場景 出身金融專業的他 重振老本行 如何研判當下投資機會 我們知道戴股民 一直對二級市場 非常地關注 今天好公司是曬出來的 中國經營者 專訪政大集團 創始人 董事長 戴志康 精彩 不容錯過 市場有風險 參與需謹慎 觀眾朋友晚上好 北京時間二十點整 歡迎收看這一時